今年的平板出貨無法達標 無法達標 特別強調無法達標 而且會擔心是一個利空的消息嗎 雖然鴻基金面臨第四次的再造 而且在廣大董事長 08014號是很有信心的表示說 PC產業一定不會到 最快明天就會回到成長的軌道 不過080也表示說 在廣大今年的平板 2000萬台的出貨目標 因為白牌低價的搶市 恐怕是無法達成了 儘管PC產業動盪 廣大董事長林百里 還是看中雲端發展佈局 在訂單持續加溫下 第三季營收2203億元 較上季成長15.3% 毛利率4.48% EPS1.2億元 明天會說有一些小的下降 但是說先前 說Tabit可以取代PC 是不可能的 我現在是不可能 被問到紅機面臨第四次再造 會不會對代工廠訂單有影響 林百里很有信心表示 PC一定永遠不會到 預估今年NB總出貨量 維持4400萬台 但是平板2000萬台的目標 可能無法達成 因為白牌平板低價搶市 影響客戶出貨 PC我想說到明年 後年 就開始是我們電商 大膽預言PC產業 最快明年就會回到成長軌道 這恐怕也是所有電子代工廠 最希望發生的事 三連區的林鴻宇 許之雄 李軒總